大家好啊 这两天土空国有一个脑一部的经济学家 郭世了 他的名字呢 也算是大名鼎鼎 尤其是在经济圈里面 在脑一部的知识分子里面 这个名字是很想念的 郭世了 享年92岁 这就是逆龄老师 逆龄老师呢 我见过他两次 一次呢是这个在他家里采访他 那个时候呢 中国国内呢 有一批有钱人 出了一笔钱 建了一个这个国内的一个经济学的 一个奖金最高的一个奖项 叫中国经济学创新奖 完了以后呢 那一年就讲给了这个逆龄老师 因为他的股分支的改革 是吧 说是当代中国最杰出的理论家 其实中国的经济学没有原创的 没有原创的 都是跟别人学着皮毛 意思意思 但是这个没办法的事情 经济学它也是一个绵长的一个思想史 你想搞一点新东西出来 是最不容易的 中国的经济学家里面 唯一搞出点新意思的 就是澳洲的人在澳洲的杨桥开老师 他56岁就过世了 如果他不死的话 他是有可能落降的 其他的经济学家都是鬼彩蛋的 比我也强不了太多 别看他们又是博导的 又是教授的 就那样 那一年是讲给了这个逆龄 我们去采访他 另外一次呢 是在伟大逆龄老师做讲座 我是听了一波 对他的影响是蛮深的 他为什么那么大的名头呢 包括今天他过世 这么一个老一波的人年纪很大了 为什么在国内的朋友圈里面刷屏呢 在微博上刷屏呢 这也是背后有人炒作的 也是背后有人在策划这个事情 因为这么一个学者 这么一个脑一杯的教授走了 中国的这种脑年纪大的教授多了 去了 有的人资格比他脑多了 为什么他的过世就引起全国人民的关注呢 我告诉你还是有人在炒作 让你参与这个消息 让你分享这个消息 让你讨论这个消息 他制造话题 这是共产党的本事 咱不要想多了 那是因为历宁有三个学生 第一个的就是排名第一的是 李克强老师 做到总理 对吧 排名第二的呢 是这个李源潮 李源潮也是逆宁的老师 逆宁也是李源潮的老师 说错了 说快了 所以李源潮很早就被细胞子干死了 是吧 现在李克强呢 也被细胞子赶走了 也是滚蛋了 也是没什么太多的空间了 也歇菜了 还有一个学生叫孟小苏 这个人呢 是中国房地产的一个纳皮条的 也是名头挺大的 还是有点背景的 但是一直没当上官 就这么三个人 我告诉你啊 现在李源潮之所以被全国人民就推为热点 那全国人民就是把它当个话题 说一说呗 缅怀这个一代教授呗 李源潮老师这个人呢 我不能说他坏啊 因为我好歹也是学了一点经济学的 他们这代人里面呢 有三个人 有三个人呢 是大名领顶 第一个呢是历领 其实历领的名字只能排第二 排第一的是谁呢 排第一的是吴金莲 对吧 吴金莲呢 主要是要无改革 所以吴金莲的在中国经济学圈里面 他的关键词是改革 那历领呢 是什么呢 排第二的 他是股份 所以他就历股份 无改革历股份 是吧 一说你一说吴金莲 那大名领顶 但是吴金莲的学生 当大官的并不多 最大的一个官呢 就是中国人民行的行长 周小川 后来做到了这个全国政协的副主席 也是个打香油的啊 执钱片的 所以呢 另外还有一个是武汉大学的董府人 董府人呢 这个人呢 他主要是讲自由 其实这三个人里面 就那波的啊 我最喜欢的是董老师 董府人 为什么呢 这个道理很简单嘛 因为董老师 董府人是在人在武汉大学 他没有在北京 所以他基本上是与中南海 史坑的权力中心 也存在着某种距离 所以董府人的学生里面 当官的几乎没有 但是有人做生意 做企业家赚了钱 所以呢 我刚才说的那个叫 中国企业家创新奖 每年的奖金是多少钱呢 是一百万 奖一个人 是吧 你所知道的什么 张维莹啊 也得过奖 董府人呢 也得过奖 吴金莲呢 好像吴金莲得过没有 我都忘了啊 那董府人没有得奖 董府人过世了 董府人早就过世了啊 这个 就是董府人那几个学生 然后出钱 办的这么个东西 他们学的都是经济学 都是董府人的博士 董府人这个人呢 我为什么喜欢他呢 他 能够get到中国的社会的基本问题 能够抓住重点 不搞那些叫什么呢 叫奏折 是不是 所以像这个吴金莲的 利林呢 他们都是递奏折的 啊 要搞股份制改革啊 想中央提建议啊 是不是 吴金莲说啊 要改革啊 改革正在过大观呢 要改革啊 法治的市场经济啊 你他妈中国有什么法治啊 是不是 公产党说了 算宪法顶个球啊 你跟中国谈这些 法治的市场经济 股份制改革 纯粹就是叫做什么 地刀子 真的 共产党他们都是自己的利益 所以这些年我看来看去啊 我觉得这个中国这个国家 最聪明的一群人 就是共产党人啊 共产党人最聪明的一群人 就是红二代 红三代 真的 因为他们做事情目的老象 极其清新 像习近平这种人 你别看他蠢不蠢的 没读书 没关系啊 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所以我们说 在思想史的这个维度上 想要什么 这个词可不是个意思 一个通俗的这么一个词语 是代表着一个人 或者一个国家 一个时代的目的导向 他有个目的论 因为任何人做事情 他都是有目的导向的 共产党习宝子 他们这些人目的导向 是极其清晰的 就是让红四江山万年永不变 就是捍卫共产党的绝对的独裁 就这么简单 他平时不怎么说 是不是 但是他做事情 那方向极其准确 绝对不会有半点闪失 一个极其 一个这个目的导向 极其明确的这么一群人 然后遇到一群 阿巴拉基的中国知识分子 你这些知识分子有什么用呢 你说利益 说股份 最后这个目的呢 最后的结果就是 给中共的红二代 通过股份制改造 占有国有资产 提供了巨大的便利 是不是 谁能占有国有资产 谁能把国有企业股份化呀 私人化呀 那当然还是红二代呀 还是这个共产党的高官呢 所以最后 无论是真的还反的 无论是左的还是右的 最后得利益的 全是共产党那帮人 聪明得很 因为人家要的就是这个东西 所以他会 给利益林这种人 以很高的学术地位 然后李克强 李延潮都是他的学生 但是呢 回头一看呢 这三个脑一味的 这个经济学家里面呢 利益林的晚年 是应该是最沮丧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培养了几个所谓的博士 经济学的博士 根本就打不过习近平这个小学生 你作为一个导师 你心里憋得慌是不是 那利益林这个人呢 我跟他有一点点交的不多了 人家老一辈了是不是 我是小屁孩啊 但是他这个人是在 我在这三个人 我都见过董府仁老师 我也有采访过 董府仁老师在 这个有一个段子 是非常有名的 他说这个人民公式 是个什么东西 美国的一个学者采访董府仁 然后董府仁就说了句话 人民公式是什么东西啊 人民公式就是奴隶制啊 中国人民公式 就是毛泽东把所有的中国人 中国农民当成奴隶啊 这话多么精彩啊 多么勇敢的 多么决绝啊 所以我们说董府仁 他有时候说话呀 虽然也没什么理论啊 但是他能够抓到重要的问题 他比这个吴金莲和逆林强迫了 真的 然后你看这个逆林晚年 他应该是最沮丧的啊 他其实是个非常骄傲的人 我去他的家里 他正在采访他 他突然就破口大骂 突然就发脾气 怎么了这是 他没对我发 他对另外一个拍照片的 一个摄影师发脾气 拍什么拍 滚 滚出我的家 你有点礼貌行吗 也是我们一起带过去了好吧 他为什么这么猖狂的 这么这么脾气不好呢 他一个是估计年纪大了吧 躁动身体不好 另外一个方面 他就觉得他的学生当大官呗 那个时候他就知道 李克强肯定是要做总书记的 那个时候还是 说李源潮肯定是 要么就总理 要么就人大委员长 都是中国的123号人物 所以他特别特别觉得自己 培养出最杰出的血 什么他看谁都看不上 所以我这三个人里面 我是最不喜欢李宁 他的身上那种学乏 那种学生有几个当官 那种不可意识的傲慢劲 看着我就来气 所以这些学术圈里的事情 看多了以后 我就觉得吧 这帮人其实是没什么意思的 别跟他们搞一块 是不是你也你也人家也不带你玩 为什么 因为你又不当官 是不是你也没钱 你说董福仁 他的几个学生很有钱 他拿了一点钱 趁着搞一个经济学创新奖 今年讲这个 明年讲那个 他拿圈子 他那帮结派的 他能够制造一种绅士 也行啊 是不是 就是吴金莲 吴金莲主要是致力于 这个就是什么 发出他的声音嘛 所以吴金莲主要是周小川嘛 王岐山嘛 王岐山也不是吴金莲的学生 但是因为周小川的原因 所以呢 吴金莲呢 跟这个财新走得很近 跟那个胡舒逆走得很近 所以他有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这三个人里面 最有影响意的是吴金莲 就这么一个路子 你说我们这些人 谁带你玩啊 到时候吴金莲 有一次在中央电视台采访的时候 这个夸过我呢 说年轻的小屁孩里面 我的音乐学的不错的啊 其实也是鼓励我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 他有好多学生都是我的朋友 他们这些学生嘛 也是一天到晚给中南海那些领导写奏折 厚厚的一个报告 领导一页子都看不下去的 你超过一张A4纸 人家不会看 反而是我这种走江湖路子的 长期在这个媒体上写专档文章的人 影响力还行 是不是 比他们的学生的影响力大 所以他建议他的学生像我学 其实是这么说起来的 所以我告诉你啊 这个共产党的这个就这么一个老一辈的军事学家过世 为什么会成为热点 背后其实有很多故事的 都是与中南海的这个政治权力盘根错节的关系 一个一个的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是给领导递走折的 都是拍马屁的 都是敌往事的 你知道吗 我跟你说啊 最近这些年我观察的最悲怆的这个敌往事 是吧 就是尼宁 他本来是培养了李克强李源潮这两个肯定当大官的人 结果全部被习包子干死 有点意思啊 有点意思 反而习包子的老师是谁啊 没人说 习包子因为他不读书 谁都不认他的 那老师就都说出没面子 那李克强李源潮的确实是读了几本书的 所以中国就这么一个社会 修才遇到兵 有理说不清 学生遭殃 老师也跟着遭殃 所以最近都过世了 学生们呢 估计你用手中还有一点权力啊 然后遭点舆论 向自己的老师送别 告别 再见 永别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谢谢